嗨 大家 今天呢 給大家的唱歌小技巧就是 記得放鬆我們的 下巴 下巴呢 往往唱歌的人都會忘記 下巴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的下巴太緊 然後太硬的話呢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發聲 它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身帶的肌肉 因為你看喔 很緊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會冒青筋 它也會連帶去影響到我們的身帶 它沒有辦法高音低音高音低音這樣的自由的活動 所以放鬆下巴非常的重要 那怎麼樣才能夠知道我的下巴有狀況了呢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照鏡子 如果鏡子當中的你唱歌 哇 啊 長這樣 就一定是太用力了 另外一個提供一個非常笨的方法 就是用我們身體的動 運動 來測試一下 如果我們的下巴放鬆的時候 然後當我們拉長音的時候 可以 啊 啊 啊 放鬆 就是你的下巴會 噁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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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笨對不對 可是有效 如果你的下巴是僵硬的 就會變成是 哇 動不起來 哇 OK 所以請大家 1或2 兩個方法呢 自己來試試看 特別是你唱很久 或者是你要唱高音 越唱越高的時候 很多人的話習慣都是因為你的下巴太緊了 會造成你的聲帶就會 硬要把它拉長的時候就會很容易殺牙 OK 所以這是今天的小Tips 小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囉 如果這個小技巧你覺得對你來講很有用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喔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記得繼續關注喜恩的YouTube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